盡量可以直覺一點 也就是說你看到什麼 你就是用哪個公式可以把它完成 那首先的話當然了 這個地方 我們抓108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用文字類裡面的mid 因為它在mid中間的位置 所以你用mid的函數的話 你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中間的位置的108 所以108的這幾個字的話 有沒有這個字的話 它應該第幾個 第三個字吧 有沒有 那取幾個字取三個字 108取過啦 OK好第一個完成 接下來的話 把這個公式不安等號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第二個 叫查詢與參照 裡面的話你把它拉到最下面 有個叫做V的環數 應該倒數第三個吧 倒數第三個這個 按確定 然後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到Logar Value Logar Value就要查什麼資料 我們要查108 那去哪邊查呢 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F3 有沒有 因為這個題目已經幫你定義好 那個就是相關的名稱的 所以你按F3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有個叫單位的名稱 不過因為這已經幫我定義好了 所以你單位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再來什麼 找單位 我切下來再切上去 他會告訴我說 單位有兩個欄位 以這個表格來看 針對這個表格來看 他有兩個欄位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 COL是COL 藍的 藍Index是索引值 意思說 那如果要查一定是查 你的這個表格裡面的第一個欄位 那請問一下 我要把哪個欄位的幫你帶回來啊 所以第三個問題是要帶哪一個欄 因為這裡只有兩欄 所以請你輸入第二欄 所以輸入二就可以了 那第三個問題的話 就是Range Lookup 意思就是說 Lookup是查詢 其實這個 第四個問題白話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我假設查不到108的話 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 要不要找接近 那你這個地方 如果你輸入不要的話是0 所以我輸入0好了 不要 OK 反正你就是一定幫我找 一定一模一樣108 那如果找不到 它會出現找不到 就是Not available N寫線A一個錯誤訊息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就OK了 那其他就幫你查完了 那主疊的話 所以公司應該可以 所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MID 第二階段的話 再把MID貼到這裡面來 OK 那這邊的話 Table Array用F3 去找到單位 OK 那第二欄 不要找接近的 OK 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就對了 好 那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 主別其實差不多 主別的話 因為它的字在第七個字 所以一樣 一樣用 所以最近使用過這邊也可以 最近使用過MID MID 然後幫我找一下 這個編號裡面的第七個字 那我只要一個字 所以取得A之後 利用這個A再去查詢 所以把公式產生之後 再用Vid函數去查 所以一樣再貼到LOOKUP Value裡面 幫我查一下A 那去哪邊查呢 一樣按F3 F3的話呢 它會跳一個這個名稱 當然如果沒有跳的話 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這個名稱叫主別 所以這邊有個主別 兩個字 當然 主別裡面呢 那你會發現A在第一欄 那我要查的話 要把第二欄的資料查回來 所以這邊一樣輸入2 不要找接近的 那不要找接近的 輸入0 OK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一樣 馬上幫我把資料查回來了 那第三個的話 一樣 它的第一碼 編號的第一碼 所以一樣用LAPS 所以剛剛我們用LAPS 然後LAPS去抓第一個字 但是抓過來的話是1啦 所以如果假設 你沒有轉換成數字 直接拿這個結果 去查資料的話 比如說你在用V的環數查的話 那查哪一個呢 查主別嗎 不是不是主別 這應該是升等 所以按F3 那這邊的話 一樣會有個主別 那查 有沒有 主別是第二欄 所以一樣2 那幫我找 如果沒有找到輸入 就是找 不要找接近的 輸入0 OK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完成之後 理論上應該會找到 欸 我跟錯了 應該是找那個啦 找升等 所以這邊一樣喔 那如果假設 這邊沒辦法按F3的話 你可以先點外面 再點回去 再按F3 它會出現 應該是升等才對 升等在這裡 不要選錯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它一樣 第一欄是數字 第二欄的話 才是後面的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 這邊前後沒有雙引號 有沒有 可是上面有前後 所以兩個不match 但你看起來其實是一樣的啦 按確定 有沒有 它會出現錯誤啦 那你說老師不對啊 升等 升等這邊的話 這邊不是1嗎 為什麼這邊的1 跟我給他的1不一樣 道理很簡單 主要原因是你用lab者 lab者得到的話是文字1 它不是數字1 所以兩邊不match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只要把 剛剛這個lab者 這個公式外面 請你再包一個value 轉型就可以了 那包的話 記得包在哪裡 包在lab者的前面 所以你在lab者的前面打個v 打個v 這個大小寫都ok 那你會發現 打個v之後 它會跳value 其實第一個 value就轉型 把它點兩下好了 它會幫你 加一個value前刮弧 那請你在lab者的尾巴 就是這個豆點的前面 左邊的地方加一個後刮弧 ok 也就是如果把剛剛的lab者 把它包在哪裡呢 包在value裡面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先幫你把什麼 把那個1 哪個1 這個得到的1是這樣的1 文字1有沒有 它經過value之後的話 幫你轉換成數字1 ok 也是沒有前後雙以後 這兩個我們眼睛看到的 會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ecell會認為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一定要做這件事 然後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不然的話 你一定會出現那個 請na n的話是not a的話是available 意思是說找不到的意思 ok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就是針對 所以這個查完的結果 我們要做它的分數喔 所以它甲是85分 剛剛有查 這個也是八數 a減好像是八數 所以其實平均就是八數啦 可是問題呢 當然不是說用眼睛算 因為這個a應該是 我看這個等級應該 a的話應該是90 所以下一個人應該是85 8590 那你怎麼平均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 就是把這一件事情 第一個先把它轉換成數字 第二個的話呢 做平均 所以這裡你會發現 這公式有點頗麻煩 一定要做兩次以上 那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先查這個成績好了 這個成績怎麼查 那一樣嘛 先查入函數 查資料 所以你查一定是V的函數 那接下來的話四個問題 查什麼 查這個 所以你把這個要查的給它 要查假 在F3裡面 然後去哪邊查 你可以按那個F3 那F3裡面的話 有烤雞跟烤瓶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知道烤瓶跟烤雞 到底是哪一個是 假 假一柄 或者是ABC的話 沒關係你先選一個啦 錯了沒關係再改就好了 烤瓶好像就ABC 看這邊就知道 那不對 怎麼辦 沒關係 你要不就自己改 改個字吧 叫烤瓶改成烤雞 要不然就是你移到這邊 再點上去 再按一次 我們這邊好像 筆電一定要方旋鍵 加F3 然後找到烤瓶 有啦 有沒有 這邊就對了 那這個去查這個表格 它會查到這個 那查完之後 把後面這個成績帶過來 那輸入2就可以了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 輸入0就可以了 好 那不就85分了嗎 85按確定 那目前的話 可是問題你查一個 可是還要查這一個嘛 還要查這一個嘛 那總共有幾個 有三個 可是問題現在只做一個的話 那你需不需要 再去做其他的 其實跟各位講喔 應該不用吧 直接拿這個有沒有 拿來改就好了 因為你會發現喔 這個公式跟下一個儲存格差別 只是說把F3怎麼樣 改成G3就好了 那這個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H3 但是後面這個烤7的話 改成烤瓶比較OK了 所以後面兩個 其實說真的 你不用再做一次 VLA 函數啦 直接拿這個來修改 好像比較快 那只是說要怎麼平均 兩個方法 一個是相加除以3 一個是用Average 好像Average比較簡單 所以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好了 再插入那個平均 平均的話應該在統計類裡面 所以你在統計類裡面 在Average這個 Average這個 OK 這個就算平均嘛 應該知道 或者你從這邊也有啦 因為這個有平均 按確定 那平均的話 第一個成績貼上 這個是第一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再貼 第二個的話就把它改成 F3 改成叫G3 所以你可以選 這邊點它一下 G3 然後再貼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 就是把這邊F3 改成H3 H3這個 並且把它烤G有沒有 改成烤瓶 OK 這個字把它改一下 改一個瓶 或者你用 再按一下F3也可以啦 我覺得這樣打好像比較簡單 有沒有 好 那這樣的話 有1 2 3個成績 幫我平均 得到的話 那就是85分 所以其實應該也不難 看起來好像有點難 但是其實你用對方法 其實在產生公式上面 其實我覺得還滿OK的 有沒有 先做一個 然後再用貼 改 貼 改 貼改 這樣OK啦 所以其實以後再複雜的公式 其實我覺得大概都 我都是利用同樣的方法 管它更複雜的公式 一樣可以把它的公式給產生 而且沒有錯誤 按確定之後 看一下 像這樣填滿 沒問題 好 算完了 那再來的話 比試就是這個成績乘上0.3 這個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3 所以怎麼做 先加個等號 等於 等於什麼呢 這個成績乘上 直接打0.3 因為30% 我們用0.3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 一個星號有沒有 0.7 好 這樣就公式 按打勾就OK了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算完了 然後合計的話一樣 跟剛剛一樣 這個成績乘0.6 這個成績乘上0.4 所以游標先放上面 計算的話先加個等號 等於 這個成績就點它一下 乘上0.6 加上加號 然後這個成績 這個成績乘上0.4 OK 這樣OK了 打勾 下填了嗎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名次 名次的話就是 之前有做過啦 那個rank.eq 所以插入函數 統計類R開頭的 統計類裡面的R開頭 rank.eq opq R在這裡 OK rank.eq有沒有 然後呢 就是它的合計成績 跟Ref就是整個範圍 所以 游標再放在這裡 然後把游標先放在M1 那記得喔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讓它選到底 有沒有 選到底的話就是40 那記得喔 這個Ref指的是全部範圍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這個範圍的話呢 不能變動 所以記得喔 在3跟40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不然的話呢 你算出來的名次會出錯 因為它3下一個變4 就本來M3到M40是固定的 它下一個變M40 M4到M41了 都加1不對啦 OK 確定好 那M4算出來了 它第11名 向下填滿 當然啦 如果這個要升籤的話啦 你又很快啦 如果你是公司的那個人資部門的話 你就知道哪一個人成績最高 這個成績有沒有 所以啊 你可以把這兩名 比如說第一名跟第二名要升籤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兩名的資料 直接就乘上去給那個什麼 給你們總經理 然後呢讓他去挑吧 或者是說再去公布之類的 那這樣就簡單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做4的話 兩下就OK了 不過啦你會發現喔 底下還有領主 辦事員 助理員 那這些都還沒做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希望做一次喔 4個都OK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最後的話你可以把這4個一起選 怎麼一起選喔 先做一個之後對不對 然後你其實先選 按shift鍵再點助理員 shift 有沒有發現你按shift再去點助理員之後 這4個都會被選起來 那也就是說4個被一起選的話呢 你就這個時候可以把 剛剛做的7個公式喔 直接可以把它複製到另外3個 怎麼複製很簡單 優標先放在B3 上面打勾就可以了 第一個複製 第二個打勾 第三個打勾 第四個有沒有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啦 優標放在你剛剛做的這個打勾 那你說老師要不要向下填滿 不要向下填滿 為什麼 因為這邊的列書都不一樣喔 所以喔 好做完之後你再怎麼取消 記得不要選這4個 選這4個以外的其他工作表 就是取消 有沒有然後再切回來 OK 好你會發現喔 領主裡面喔 這上面都有公式了 那接下來你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向下填滿 點兩下 有沒有 所以等於要7個欄位啦 向下填滿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不乾脆 讓他們自己一次就向下填滿就好了嗎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那其實主要原因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喔 你把它優標放在編號上 Ctrl向下好了 Ctrl向下 你會發現喔 像領主的話 它到101列 可是柱磚的話 Ctrl向下 它只有到40 所以如果假設你每個都向下填滿的話 哇 那糟糕了 每個都會長不一樣 所以記得喔 做完之後的話 你就是按Ship鍵 把它選起來 每個都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取消完之後 再到他們裡面喔 自己再把它什麼 快點兩下 讓它自動向下填滿 那這樣其他都ok了 這個ok了嘛 這個ok 這個ok 所以其實好像還 滿花時間的啦 不過 你如果假設 你連這個都做不到的話 哇 那你可能要花更多更多的時間了 因為這個已經算是 比那個 其他方式還 那你說這連續的嘛 其實還可以更聰明 四個可以一起 有沒有 你不用傻傻的 你像剛剛 當然前提是要兩個 或者像這兩個也可以 也就是他們要連在一起喔 可是如果這幾個可不可以 這幾個不行喔 為什麼這幾個它是要連在一起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幾個一起做的話 那會出錯 ok喔 所以喔 這個可能要單獨 這兩個可以一起 這四個可以一起 有沒有這樣更快啦 好 那檢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喔 名次啦 所以 將來喔 如果你假設要把名次挑出來的話 那簡單的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剛剛的重點回顧一下喔 第一個是 這總共七個 有沒有 七個公式 那這七個公式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喔 那第二個就是把它們按SHIP鍵 然後再打勾 打勾就複製過來了 那打勾七個嘛 那最後取消 然後把他們向下再填滿 那這一題喔 原則上完成了 剩下就是你挑出那個 每一個職稱的 可能前三名吧 比如把前三名挑出來 然後給那個 就是這個老闆喔 去清點一下 那這幾個就是要升等的人 ok 那就簡單 所以如果假設 你的工作裡面喔 會需要做一些 人事方面的那個 考評管理的話 那當然會函數 跟不會函數喔 那當然就十萬八千的差別啦 ok 那所以啊你會的話 我覺得工作起來還蠻順的 馬上可以知道 到底哪一些人 應該要升遷喔 所以啊不只是管理人員 管理業績啦 管理財務啦 等等 甚至管理時間 其實也都是在管啦 所以都是用一些 同樣的方法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一題先完成喔 好